我真是傻 竟然被无量迷得鬼迷心窍 你别说了 我也被她骗了 我曾经这么地追随她 原谅她 她跟许文的那些事情 我都没有跟她计较 所以你今天是过来要做什么 我想复仇 你也要复仇啊 还有谁要复仇吗 许文之前说她要复仇 她说要让无量复出沉痛的道 看来无量已经成功 让所有人都讨厌她了 那就加我一个吧 我们一起让无量受到惩罚 之前大家多美好对不对 现在搞得这样直地破碎 在惩罚无量之前 我想先铲除珈乐 铲除珈乐 这么狠的吗 海王配海后真是绝了 她俩才见过一次面就勾搭上了 我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珈乐的男朋友 到底是哪一个 珈乐 你上次不是跟罗亦凡 张婷婷统一战线了吗 那你们后面还有联系吗 有啊 我就是跟他们商量过后 我才会想要不上 上次六人举的时候 无量她是喜欢虚文吗 好像是 但我有点不太确定 你对无量还有感情在吗 毕竟我跟她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喜欢她的话 我也不会做这么多 珈乐的话 我也是比较熟了 那你对于珈乐的话 到底是要怎么弄她的话 还是 我觉得珈乐就不是一个好女人吧 一看就是海后 珈乐 她跟这么多男的都纠缠不清了 然后现在又跟无量这样 他们还几见过一次面就这样了 我挺不能理解的 那你后面是打算两个人一起处理 还是说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现在对无量的这个仇恨是百分之百的那种吗 曾经不是 但是现在我感觉她二次毁灭我的人生了 你想让无量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让她淒厉此散进入地狱 我想让她这辈子都得不到将来 这么狠吗 目前的话对于许文是什么样的看法 曾经我跟许文是势不两立 我跟她是情敌 但现在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可以去帮助她复仇无量 跟她站在同一战役里 你俩要联手啊 你有没有想邀请罗依凡一起加入 你们两个 也不是不可以吧 先在一起商讨方案吧 然后再慢慢对付无量 你期待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要两个人相爱吧 互相理解 互相信任 成为彼此生活的精神支柱 如何护过一个男人的心 我觉得得先自己真诚地对待他吧 才能升回他的心 那你之前有追过男生吗 从来没有 那有多少男生追过你啊 挺多的吧 上学的时候比较多 抛开无量的这些迫事啊 你自己是喜欢什么风格的男生 阳光干净开朗一点的 比较大方细节的 主要是要讲得帅 那如果你跟一个女生 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你是会去竞争 还是就放弃让人 如果那个男生 对另外一个竞争者 表现得毫无意思的话 我还是会竞争的 如果犹豫不决的话 我就直接走了 离开了 如果跟你比较好 跟另一个女生也比较好 那你会怎么办 那肯定不行啊 要清醒一点 理性一点 不能恋爱呢 现在新人登陆暖聊后 就可以指定一名 你喜欢的女生视频通话 就像屏幕上这样 简单几步就得给你喜欢的女生 面对面交友了 而且都是在同城的哦 仅限桌下找暖聊APP 屏幕前还单身的你 赶紧试试吧 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许文打给我的 喂 我今天在外面 对还在这边拍街坊 你要过来 好好好 那你过来吧 你过来吧 拜拜 她说她要过来 没关系吗 你介意吗 不会的 那我们去那边门口找她吧 可以 我先不怕 嘿 你过来